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普順街旁邊 然後我已經上線了 沒錯,我要打開我的Uber is online 這個線上遊戲 然後現在要做U1公會 U1公會派這個新的案子 看能不能從U1公會那邊接到案子 昨天呢,U1公會給的案子相當少 很多人都在抱怨 今天U1公會不知道案子是不是還是一樣很少 不知道,不過不管它 我的心態就是盡力的跑 然後佛,也應該講說佛系跑 心態佛系 講有接到案子就接到案子 我還是回到佛系跑會比較好一點 拼十斤三百的那個 拼到昨天遇到那個狀況 心情有受影響 老實說有受影響 所以還是用順其自然的佛系跑法 會比較好一點 那現在就4點24分 要慢慢的往這個老地方前進 要稍微講一下 雖然是佛系跑 但是我還是開這個手動接單 因為實在是擔心 系統又把我帶到三重去 用自動接單 然後被系統帶去三重 雖然佛系跑 但是那個心情還是會有點不好 這樣 所以希望盡量避免 開市單開市單 好,短單1.1公里40塊 接,開市就要接 各位朋友 這單開市單全聯 多達29項 哇,我真的超強氣調 那是開市單 哇,那真的是 好啦,開市單還是接 各位朋友 那開市單我沒有接 我一走到裡面之後 發現29項是整整兩大袋 兩個大的紙袋 我的這個包包 大包絕對塞不進去 所以忍痛放棄 哇,今天第一次鋸掉開市單 好吧 希望 接下來的都不要受影響 希望 好吧,繼續往老地方前進 各位朋友 剛剛我呢 在老地方那邊 B3的那個超市 接到了一單 不過那單呢 有六罐 六大罐的礦泉水 還有 好像十幾罐巧克力吧 哇塞 那兩大包 大得不得了 今天呢 我第一單全聯也是大單 超級多東西的 然後剛剛那個金站 這個也是一堆東西 這是三腦筋啊 本來我想要應接 但是因為我大包裡面 已經有一份餐點在了 實在是塞不進去 所以最後我就跟那個 跟那個超商講 說 請他們下次遇到這種大單 記得要拆單 這樣子 不然喔 呵呵呵 不拆單 那麼就是 他們要繼續等 看看有勇者 最強的勇者去接他 去把他接起來 那像我這種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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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人甲 就算了 我還是 挑那種 輕鬆的單 這樣子 好 那剛剛也是去把那單送掉 那我現在是 唉唷 單來了 吃水糖的啊 接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南機場夜市這邊 然後我已經下線了 那今天呢 差八十塊 就 就實行三百 一二零齁 現在八點四十六分 沒有呢 四五五六六七七八 沒有啦 四三十二 對啦 沒有錯啦 我今天我又跑到頭昏也花了 我差八十塊 我差八十塊 這樣子 那我剛本來想說 因為我最後一單送到丁州路一段這邊 台北車站街送丁州路 金額很大 還不錯 因為這單沒人送 我到的時候呢 我到的時候 那個店員用感激的眼神 看著我 一直跟我道謝 他說這單沒人收 那我想說 這單 金額跳出來 我還蠻滿意的 我就接了啦 然後三點多公里 那沒關係 就跑一下 那在 在收送的過程當中呢 系統一直跳單給我 跳什麼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七 我就直接把它去掉了 然後 後來剛剛送到這邊 丁州路這邊 然後我想說 不然我再接一下好了 而且系統 他又跳出來 我就說 請問你要繼續連線嗎 什麼 當然也是這樣 我就按下去了 按下去 系統就給我一個一百二十九的 哇 這單很大 不過呢 我人在丁州路 我要衝回西門町去搜 然後再送到南海路 我瘋啊 哦 真的是 嘻笑 啊 乾脆就算了 鎖性 啊 就下線 因為我也看到時間也滿晚了 八點四十七分 四十多分 那個時候我 送完了四十五分 啊 我想說乾脆我就直接就下線 然後回家 不要再撐了 這樣子 反正今天 X80塊就達到了 也是 其實我沒有預設啦 所以今天X80塊 就沒有達到 那其實我也覺得就 那就算了 今天這佛系跑這樣 啊 今天我算是 這個 有小心接單啊 但是還是有兩單 接到二十五塊錢的 二十四塊 兩單二十四 後來想想就算了 反正接著就跑了 那今天是 後來雨邊的超大 雨邊的超大之後 單就變超多 因為都沒有人跑 大家都少回家了 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我也 我也去了蠻多單啦 那種就是 價格一點點的 我就把它繼續掉了 好啦 那麼今天大概就這樣子啊 我 雨也變小了 我想去南機場夜市去吃點東西 那明天繼續吧 哇 雨停啊 哇 雨停了 哇 雨停了 結果這個夥伴 通通都出來了 我剛剛看了好多夥伴跑出來 那個什麼 那個接單喔 剛剛我在那邊跑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 路上都沒有什麼夥伴啊 路上都沒有什麼夥伴啊 結果現在跑出來一堆 還不錯還不錯啦 趁這個時候應該單量會變得很多 我剛下完雨